國會的改革法案 今天被說是最終章 在立法院二讀三讀 剛剛據來自現場的消息 就說這個速度是滿快的 宇軒告訴我們 二讀大部分的條文 看起來今天下午有機會通過 如果三讀的話 可能說不定傍晚 不用到挑燈夜站 半夜12點就可以通過嗎 但異常上還是有一些 奇怪的零星衝突發生 例如當羅志強在直播的時候 有一個人衝上去 打手機不意外 邱逸營 看看這段畫面 就是小學生幼稚園打架 吵架吵不過人就動手去 推人家打人家 像這樣子 這是我們國家民進黨的立委 他過去當然紀錄非常輝煌 踹門 到這個行政官員的門 然後大聲的咆哮 這他的風格 但直接把立委同僚的手機要拍落 像後來好像巧心上去跟他推擠了一下 像這樣的混亂 真的不可思議 在我們國會的殿堂發生 那沈柏洋以身為民進黨 最重要的不分區立委 他有代表性 他告訴大家說 台灣民進會是尤盈隆所做的 民進黨的創黨大佬群之一 他卻說 這個基金會說 台灣很多人贊成國會改革 這個比例上的確很高 我們待會來看民調數字 所以他就說 這是長期在做民調的人 故意用誘導性的問題 連研究生都不如 他是博士 我還滿敬重的尤盈隆博士老師 所以教授 所以他說這個民調 看看就好 你最厲害 哇 這個厲害了 研究生都不如 然後他還說 有人說去現場可以約什麼 大家可以想不入流的 不堪的事情 是什麼 他說誰做的 中國做的 從中國來的 中國就是在攻擊參與者 他就沒有插眉說 尤盈隆是中國來的 中國做的 中國派的 所以大家很多網路上討論說 天啊你這樣打的打法 到底是為什麼能當立委 都不可思議 這些言論跟立論的基礎 是什麼 都純粹的只是人身攻擊 跟無地放肆嗎 那立法院的亂是誰 是中共背後搞的 到底有誰會相信 如果他們都討論說 如果看49到54台的節目 都說自己天立法院的亂 是中共在後面亂 不知道大家討論了 到底怎麼樣才會相信 這是真的呢 大家有沒有一點判斷能力 當黃捷也是類似這樣論調 他說國民黨的立委 居然戴著耳機在現場 嫌吵嗎 站在國會殿堂 還可以裝聾作 不聽人民的聲音已經無藥可救 說真的 剛剛我們切一下現場 聽到現場 你有沒有覺得很吵 像菜市場 連我都先吵好嗎 這樣這麼吵的情況之下 他說是不聽人民的聲音 請問是誰不聽人民的聲音 八年來蔡英文總統有聽過嗎 現在賴總統上任了 有聽人民的聲音嗎 人民可以晉聲陳情嗎 剛剛講的這個 沈柏洋很瞧不起的民調 這是尤英龍民進黨他們的大前輩做的 民意基因會 5月24號民調 贊成國會改革法案的大多數 有57.5 告訴你還不只是五成 也是57.5將近要六成了 不贊成的二成九 所以大部分人都認為 國會改革是應該要做的 而且交叉分析裡面 更告訴大家說 有一面倒 每個年齡層都有一面倒 贊成公務員藐視國會罪 這一項罪是不應該的 而且年齡越輕 越贊成 所以以20到24歲這個比例 高達8成都贊成 這是最極端的一個比例 所以說藐視國會罪公務員 那些嘴臉 例如蘇貞昌 例如外交部 魔法部長 這種的嘴臉 是這些年輕人最無法忍受的 而年輕人血量 當然新黨今天到北檢區 控告告發說黃姐 邱毅營 去偷表決卡 涉及竊盜罪 他也公布了8名要罷免立委名單 當然因為在邱毅集會新黨 看到他們把一些國民黨的立委 在野黨的立委 藍軍人立委 白的立委 通通在那裡說要罷免 結果現在新黨也是說 那就要來罷免 他們也公布了民黨 公布罷免名單 有黃潔 吳思瑤 邱毅營 林淑芬等等 其中最可能被罷免的排行榜 還曝光了 一致點名第一名是誰最危險 結果有可能就是吳思瑤 包括他選區的選民結構 老柯以為自己是老大嗎 這個說法是怎麼說的 這個是黃國昌說的 他在直播的時候告訴大家說 柯建民居然可以 佔用行政院長的休息室 在抽菸 太誇張了 他以為是行政院院長嗎 他親自看到的 剛剛本市衛生局已經做出了回應 他說如果有具體的事實照片 可以罰罰1萬塊 不過要有具體的照片 和影片才行 就看黃國昌有沒有把 一個照片或影片拿出來檢舉 就可以罰他錢的 當然1萬塊對他講的小錢 但只是懲戒 讓他知道 他其實不是行政院長這樣嗎 所以國民黨跟這個 民進黨之間的一些氛圍 看看當中有一些 是不是不太一樣 例如本來很吵 一直吵 一直罵 還吵架 發言吵架 各種一直喊 尊重委員發言的致詞 這是韓國瑜院長喊的都沒有用 但突然他就祝福 祝賀 吳思瑤委員生日快樂 因為今天他生日 然後大家就安靜了 現場想起的掌聲一片和諧 會議才能繼續進行嗎 還有看一個暖男行徑 這個人在貼布條海報 貼不上去比賽 貼不上去是誰 謝榮介去幫吳佩毅 還站上椅子去幫他貼海報 所以這場戰爭 這場所謂的最後決戰 到底怎麼樣 藍營的圍堵賴清德 說要翻轉三少數 但怎麼個翻轉 還有說什麼爆料 因為接下來有戰略說 要覆益釋憲 這是本來就可能會做的攻防劇本 而朱立倫則下令要全面 空戰論述也因應接下來可能的 各種釋憲處分的措施 但問題是 過去其實柯建民有幾種措施 一直想做過案盤來交易 這可能是他長期以來做的做法 例如他說跟傅崑奇要喬 兩億錢坑換 別過國會無法改革 那當時徐小金就爆料說 其實根本國民黨就拒絕了 根本也沒有所謂兩岸 兩兆的乾坑法案 根本沒有討論 而羅子強則說 民黨有個劇本 是要群眾衝到立法院 如果警察保衛立法院 導致流血衝突 就指控韓國瑜跟警察 涉嫌殺人 然後來辦韓國瑜 走過去江儀化 曾經在太陽花 發生過的路線嗎 但是以今天發生的情況看起來 好像這個機率比較不高了 場外看起來比較像是嘉年華 吃好 喝好 玩滿 但是場內是不是很難 跟場外的訴求做交代 宇軒 對 因為剛才前就一直講到 我實在忍不住吐槽 我先講 如果兩兆 因為柯建民這件事情是確定的 他也沒否認 如果兩兆的東西 這是可以交換的 請問一下苗波亞 跟這些民進黨側翼 現在出來喊說 國道6號環台高鐵是綁裝 是兩兆 要死了 會把整個國家財政拖垮 然後開始在反對 那在反對是什麼 不然你柯建民說可以送 所以你現在在反什麼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什麼叫做流血叫要殺人送 你不要搞笑了好不好 保留請問一下背後是誰 是警政署長 對不對 警政一條邊 那都是你民進黨的系統 而且你知道誰要負責你知道嗎 如果立法案派安充足 誰要負責嗎 是行政院長 是行政院長要負責 當初不就是這樣找江儀化嗎 這跟韓國有什麼關係 但我平心而論 邱憶穎也好 吳秉睿也好 甚至林淑芬也好 他們嚴格上來講 其實不算是窮州 他們好像比較像硝州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對自己情緒控管 有點不太好 吳秉睿也常常這樣子 就是一言不合 然後理智憲斷掉之後 就開始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包括林淑芬那時候 我們也看到 林淑芬那時候他是先推 再推 再推 然後往我們講麥玉珍 腰部皺一拳之後 麥玉珍才回擊 所以他前面 他已經推過一次了 他等於是越推越上癮 你知道嗎 就推到鬱霸部門 那個情緒上來了 氣氛來了 氣氛到了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右勾拳 就下去了 今天邱憶穎這個也一樣 他的時空背景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 現在這個時間點 二讀已經結束了 就今天的所有條文 都已經處理完畢了 現在進行超越習上 可是那個時候 羅志祥在直播的時候 快要接近尾聲的時候 也就是民進黨 已經要認知到說不行了 二讀真的擋不住了 表決要通過了 這個事實 所以那個時候 羅志祥才在笑他 而且他也不是 針對他個人在笑 我們剛剛那個影片也看到 他們就只是喊喊口號而已 你們自己提案 自己反對就這樣 對 那確實是 因為今天審的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羅志祥在講什麼 今天審的高達12個條文 都是民進黨版本的 修正案 我們今天通過的 都是民進黨版本的 所以他當然覺得你莫名其妙 你自己對自己的提案有意義 然後又重複表決 然後在那邊拖時間 所以他當然說奇怪 你自己的提案幹嘛 自己反對 邱毅營在這個時候 才建設當上天 他是拿著他的指纏 往羅志祥的頭給削下 頭給削下 他打到他的頭 打到他的臉 我覺得民進黨 怪是怪在這邊 第一個你打陳金輝 也是挑女性打 很奇怪 國民黨不敢碰民進黨的女性立委 然後民進黨的可以對 這個我們講的 陳金輝 男性中嘉賓對女性用爆腿摔 用柔道禁忌 對不對 然後麥玉珍 你也給人家一拳給他灌下去了 結果現在葬事者自己是女生 但你對著男生動著動講 我請教的羅志祥能幹嘛 就可以暴力嗎 對 他們現在就覺得我是女生 我就可以打你羅志祥 我是女生你不能碰我 我就可以揍你國民黨的男性立委 邱映不就是這樣嗎 因為為什麼 你看徐曉星衝過去的時候 他整個嚇到鼻鼻抓 徐曉星他是揪著他的肩膀 然後邱映一直這樣 你怎樣 他會怕對不對 所以你是會怕的 他以為打人不用還的什麼 對 所以奇怪 徐曉星跑來你就怕了半死 我訪問一件事情 今天我們剛剛上一part在講 場內場外大家都要一團和氣 結果很顯而易見的 不管是插槍走我 或者是不管這些民進黨立委 每個人要做個人秀 或個人情緒失控 你先想一想 我拜託一下好不好 你不要自己一個人在那邊自嗨 這真的是你們老大要的嗎 這是賴清德叫你做的事情嗎 搞不好回家就要你好好檢討 寫反省報告 除非因為這看起來 真的是醜態必出 不管邱映或是這個 沈柏陽的言論 都覺得不可思議 民進黨有一些 腦一律就腦殘 我已經洗以為慣了 沈柏陽的學經歷 其實是很漂亮的 是律師 是博士 但是人一律腦就殘 這是網友說的 在他身上彰顯無遺 那再講到邱映營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的策略 確實就像剛剛雨萱說的 大家不要忘了 第一個去弄羅智強的人是誰 是黃傑 去搶羅智強的麥克風 然後邱映營也是 他們專門都用這一招 用女生去挑釁男生 然後如果你碰我的話 就要大喊性騷擾 男生打女生 像是陳雪生就是 對 然後可是他們自己去挑釁人家 自己去弄人家 大家知不知道邱映營 不但去打羅智強 他還講了一句很囂張的話 你是不要讓人打過嗎 對 所以邱映營囂張致詞 打人家還要給人家嗆一句說 你是不要讓人打過嗎 這種話跟流氓太昧有什麼不一樣 我告訴大家 當年邱映營還沒有當立委的時候 非常多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他仗著 他爸爸是民意代表的時候 他在地方已經非常的搖掰了 我記得有一次 最早最早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誰 我只覺得這個女生好誇張 他就在那種一場餐會裡面 餐會裡面 跑通的那種餐會裡面 跟人家起口角 你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女生 罵三字經 五字經 有多難聽 他就罵多難聽 就是閩南語這樣三字經 五字經 都滴滴滴下去 在一個公開場合這樣子 然後我心裡想說 這個女生是誰 年紀精輕的 怎麼這麼的霸氣 霸氣總裁 然後後來你看他進入立法院的時候 霸氣還是沒水準呢 我覺得沒水準吧 林淑芬也罵過警察 也是三字經 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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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文學素養都很好 不只三字都可以搞到 五字 九字的 罵警察 對 然後你看他當年 不管是踹門也好 還有他老公也是跟 真的是不是一家人 不進一家門 他老公李永德也是 在路上 在台北市地下街 被警察領檢 去嗆人家警察 嗆也就算了 你知不知道邱瑩瑩之後 幹了一件什麼事情 他發動台北市議員 要去質詢這個小圓警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是立委嘛 他搞不到這個圓警嘛 可是就這麼一點點小事喔 對 上市西人公報失仇 發動台北市議員 請台北市議員 把這一個藍 李永德的警員 叫到議會來修理 讓他知道說 你領檢到什麼人 這家人可以搞到這個樣子 我們也就不意外 他在立法院裡面 起腳掌手 囂張跋扈這些難看的嘴臉 發生在這裡 連像沈柏洋連民調說 這是他們自己民黨創黨大佬 他們所做的調查是不是 都說研究生都不如 那他最厲害 沒有 我覺得民調 當然每一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那這個東西 但你要說他研究生都不如的話 你是不是要 那你就做一個民調 讓我們看看你多厲害 至於說 他說什麼有人說去約什麼什麼 那都是中國做 從中國來的 中國就是在攻擊參與者 你怎麼知道 你有證據趕快拿出來 不是嗎 我跟你講 沈柏洋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一套 反正只要對民進黨不利 全部都是中國大陸 一切都想像來了 對 全部都是跟中國大陸有關 要不然就是認知作戰 永遠都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換點新名字 你做人不要這麼混好不好 你講個新的東西會怎樣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就靠這一招 就準備一招辦事闖江湖 永遠就靠這一招吃遍天下 做人有這麼輕鬆的嗎 難怪你們同黨人要陷害你 讓你摔下去 我必須講 邱憶營他其實超酥辣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嗎 他不是講得很囂張嗎 你不是你難道沒被人家打過嗎 然後結果你知道現在 因為整個畫面都被拍下來了 結果他剛剛在喊冤 他說我只是輕輕拍他一下 是因為羅志強怎麼樣 我受不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種酥辣 又要怕人 怕人 怕小人了嗎 就每一次都這樣 誰管你瘦不瘦的 而且我跟你講 大家記不記得當年他跟許淑華 就是這樣 直接 他平常很囂張 看到人就打 因為沒在怕的 結果許淑華當場直接還手 他嚇到了 他整個愣在那個地方 我跟你講誰沒看過二人 就是邱憶營沒看過二人 他是亂人不打 對 他就是這種被人家嚇到一次 動都不敢動 就是這種人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老是 找這種低能獲色 我真的覺得還滿丟臉 民進黨自己都不覺得丟人嗎 至於說 這個台灣民地基金會這個民調 你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 可是問題是最近幾乎所有 針對學校 或是針對一般年輕人的民調 都顯示大多數年輕人 就是贊成國會改革 而且有的是直接問 就是你贊不贊成 藐視國會罪 尤其是罪點 對 都是贊成 大部分都贊成 這還有什麼好講 什麼要你的解釋是什麼 這些也都是中共做的民調 大概就是這樣 他除了這一招我也想不出來 他有什麼別招了 所以老是這樣 除了自欺欺人 我也不知道你能怎樣 但是我比喻講 老柯真的是 立法院所有的規矩 就是壞他在一根手上 他最出名的就是那張照片 就是旁邊寫禁止吸煙 然後他一個人在那邊看的時候 在那邊抽煙 就是這樣 然後現在連韓國瑜的辦公室 你都要去搶 你要知道韓國瑜以前是抽煙 行政院長休息室 他講左龍泰 行政院長休息室 左龍泰應該是不抽煙的 據我所知 我不知道 對 我記得他 我們不太抽煙 然後接下來發生一件事 今天韓國瑜在 民黨跟韓國瑜抗議 抗議說 你那個點名人數不對 我們到場的人沒那麼少 結果你知道韓國瑜叫什麼 韓國瑜說 你們有四個人跑去外面抽煙 你不然先把他們叫回來 韓國瑜都知道 結果真的就鼻子磨磨 真的有四個人回來 許智傑 他們就回來了 我真的覺得 你們不是說民主已死嗎 快要亡國了嗎 你們怎麼還有空去抽煙 還這麼憂哉 憂哉 真的民進黨不要演這種戲 我知道未來你們一定會想盡 千方百敬去阻擋什麼 復議 視線 你就這樣來 不要製造社會更多的紛擾 到最後難看的是你們自己 其實藐視國會 如果像這樣的行為 立法委員國民選出來 這樣的行徑 才真的會讓人民藐視吧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